這是當初韓國瑜交辦的 這件事是他處理的 他拿來彰顯他自己的政績 不 我是覺得這樣 這個經銷商是誰 那麼韓國瑜把他交代清楚就好 這不是在苛責他 我想社會絕大多數聽這樣過程 一定會說 因為你一開始說農藥殘留 就害了茶農 現在韓國瑜羞腸 他說不是 他說是經銷商 是不是混了茶 所以因為我們大家都知道 我們台灣的茶農 我們生產的茶都是高價位的 我們台灣的茶農很小心 那是我們自己人要喝的 他也不會去弄農藥 大概都是進口 尤其從越南東南亞國家 進很多茶 因為那些低廉 價格低廉 混雜有農藥 他們來混茶之後去賣 所以這些就是把關乘算盤 茶葉的進口 從馬英九時代開放 那就不要麻煩 大家如果要談就攤開來 客觀公正的談 所以陳吉仲應該要把 馬英九約來問一問嗎 我的意思是說 不是 就這一件事情 因為是韓國瑜後來改口說 是這個經銷商 所以這個當然要把經銷商 是誰說出來 我們好從源頭去查 這個北農沒有資料嗎 抓出這個不良的經銷商 才不會繼續傷害茶農 這有什麼不對呢 這北農沒有資料嗎 這個可以講一下 我在文山區 文山區大家都知道最有名的是什麼 就是鐵觀音 不是包總茶 是鐵觀音 要知道我們茶農在賣茶 他不是一罐罐賣好給你去賣 不是 他是用整頓批給你的 假設我簽了這訂單多少頓 我可能十頓 二十頓 不管多少頓 全部批好了賣給你 賣給你之後中間會有經銷商 可能是有他們個人的 或是有國家的通路 再把它分包出去 所以這整個案子的問題是 你傷害的當然是茶農的問題 因為他東西沒有賣出去 可是真的重點是什麼 不是茶農 茶農沒有問題 茶農他做的茶都是最好 最有品質 台灣的茶是有口皆杯的 而是我們北農的 當時的一些制度沒有弄好 包括了當時我們現在 所有的一些經銷商的一些 我們的名單 因為之前我們有調過資料 因為那時候已經不是韓國 就在吳予寧的時代 所以我們要針對吳予寧 調了很多資料 其實你去調他資料 你會發現吳予寧的時候 他根本就不給我們資料 問了什麼也不回 問了什麼東西 他也都說是之前的 可能是成績前一個 總經理的業務來做 他完全沒有辦法回復我們正確的答案 所以你說你到這個時候 你還一直要去怪韓國瑜做了什麼 你講針討了 我覺得你乾脆怪柯文哲 你也很討厭柯文哲 對 對 我覺得柯文哲才負責 因為柯文哲用了韓國瑜 如果他用一個好人 提早用吳予寧 你就不會有這個問題了 因為從頭都是吳予寧來處理 韓國瑜市長目前所做的東西 都是為了大家能夠把東西賣出去 我跟他強調一下 這個茶葉的事情是2014年 韓國瑜在北農時期 你現在還在問他那個經銷商是誰 他任內去處理的事情 立任 每一任的總經理 他們 我再講 他們處理事情就是這樣 繼任者也認為說 每個任內的總經理 都有扯了一些爛烏 他們認為這就是貢業 我坦白講就是這樣 在官場就是這樣 因為是你韓國瑜去接下 所以當然如果能夠韓國瑜 你講出來是哪個經銷商 這是最好 博業議員講的 你講的 我們大家共同的看法 我們都肯定我們台灣的茶農 我們也說我們那都高品質高價 絕對沒有農藥 這些通通都沒問題 可是照你們的講法 包括玉民委員 你們的意思就是說現在 因為韓國瑜既然是神 對的 好的都是韓國瑜就對了 錯的不好的 都是民進黨執政都是怎麼樣 我覺得陳吉仲 榮獲有不對的地方 陳吉仲最糟糕的是 他的那個專業的傲慢 又是專業要慢 但是其他你不可否認 他也有一定的成績 他在那個 譬如說他幫查農 爭取多少訂賺 不是 你不能只單挑一項兩項 不然還有什麼 就像你們把韓國瑜 韓國瑜去賣水果很好 可是我們台灣一整年賣的水果 核子那幾十億 但是我們也不會說 你多賣那個子子就不好 我們在本來的產銷之中 我跟你講實在話 市長該做的不只賣水果 你還有很多市政的問題 他有在做 他有在招搭嗎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這樣從過去到現在的討論 通通好像我們台灣 唯一只有一件事情 趕快去搶訂單去賣出去 我跟你講 賣到日本 韓國去多賣的 我就說你厲害了 你如果說只是對方中共 再配合中共可以控制的 包括新加坡的一些台商 包括哪一些這樣子的情況下 配合隨之起舞的 我也說你厲害 可是我是提醒你說 不要過度依賴中國市場 然後就是說不能說對的 通通是韓國瑜 你韓國瑜講的 他已經修正了 他沒道歉 好沒道歉就算了 你至少經銷商你要講出來 因為經銷商也那麼多 本來不用博業員解釋 我們大家都知道 本來就是茶農 是整頓整頓賣給中間這些經銷商 他們去做包裝 可能混茶等等 再精緻再整理 王議員 我建議你 那麼這些經銷商 我跟你講 10個裡面 八九個都正派的 10個裡面八九個 你要不要接案 你接案去調查好了 結果因為你一句 你認為說你本來講錯了 害了茶農 結果你收回來 你現在講經銷商 我跟你講經銷商 我們台灣大多數查的經銷商 有的都幾十年上百年 10個經銷商裡面 七八個以上都是好的正派的 結果你一句經銷商 你現在又打垮了 我們在查業裡面 很重要的另外的這些經銷商 所以你要講出來 話是你講出來的 你接下的是誰 你當然就應該說清楚 這不是說官方要你去說 這不是逼供 不是要 韓國瑜幫的是茶農 打掛茶農 那是我們的差異現場好不好 不是 博弈 你們的他媽 我這給觀眾朋友做評量 你讓他冷靜去看 你們剛剛這樣講的 你們剛剛講的就是我講的 就是說我說那韓國瑜是什麼 什麼對的都是他 我即便 我認為韓國瑜 我照神 我認為他是神 可是我認為神也會說錯話 神也會做錯事 錯了就認得這沒什麼 你現在都會傷到茶農 你講錯話 你趕快說這經銷商 可是大家別忘了 在整個茶產業裡面 經銷商跟茶農 是同樣的重要性 而且他們都打百年之久的 我就講這好了 因為2014年這件事情的是誰 就是民進黨 林華泰 這些300年 這個案子想要打擊韓國瑜 結果自己打擊到茶農是誰 是民進黨在打擊茶農 有沒有搞清楚 因為是你韓國瑜講的 你就把這個講清楚 我跟你講 你把這些話直接問韓國瑜 他那麼直率的人 他直接會回答 不需要大家再幫他 再圓這些事 他也是直來直往 他會直接就講 那是哪一個經銷商 這個分享的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什麼 是茶農生產茶有沒有問題 第二個部分是經銷商 有沒有去混茶 跟農藥殘留的問題 我跟各位講 經銷商也不一定有錯 你不要講好經銷商一定有錯 我想跟你講為什麼 我剛剛就是這樣子講 所以這些我們重複的不要講 好不好 我是說這樣這些講吧 你韓國瑜不出來講清楚 是哪個經銷商 你是害了所有的經銷商 農藥殘留混茶問題 第一個 混茶本身而言 對於我們茶出口有沒有一定不行 這不一定 因為混茶的部分 他用什麼名義說這個茶 存入多少 這另外一回事 再來我講農藥殘留 農藥殘留不一定是代表違法 因為我跟各位報告 這是一個不好的事情 台灣農藥殘留 它的審查標準是比國外低的 甚至比大陸還低 也就是說 我們台灣通過的農藥審查 大陸不通過 我台灣農藥 它標準不一樣 對 標準不一樣 所以因為這種情況 造成這個茶出不去 不一定是真的是韓國瑜錯 也不一定是經銷商錯 討論真的很不公平 陳吉仲融或其他有很多沒錯 可是在這件事 大家就事論事 因為茶在一萬包 賣不出去的茶葉的時候 那麼是韓國瑜說 這個是農藥殘留 結果這個商到茶農 我們的茶農沒有這樣 所以韓國瑜又改口說經銷商 經銷商絕大多數的人 也沒有混茶 也沒有農藥殘留的問題 所以才要你講清楚 源頭就是韓國瑜講的 要韓國瑜去把這個 你只要講出名字都要 這很簡單的說明 這有什麼不對 我是認為你們大家永寒 我個人我也是肯定韓國瑜 但是你們愛他 不要害他 讓他說清楚 講明白 因為他是一個直來直往的人 我們現在不是在追查2014年的 這個9300盒的茶葉 為什麼出不去 現在要問農委會的是說 我們現在的茶葉生產 我們茶農所生產的茶葉 在出口上面有沒有問 有 那有一套檢驗制度 我相信這個農委會他有很多說明 很多這些法規 法規不全的時候 我們這麼好的萬安委員在這邊 他很清楚 有一些域名委員 你們都可以針對法規 再去研究 再去修法 可是已經有的架構是對的 要不然怎麼可能 韓國瑜那麼辛苦的拿到MOU 1萬包的茶葉 結果竟然銷出去 被人家查到農藥 所以就是有查到 就表示我們這個機制沒問題 我們台灣的農藥的檢查 規定跟法規是比較寬鬆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才是陳其中 應該是處理的問題 是否讓我們的標準 能夠跟國際接過才是重點 事件議員 農委員會我們現在要求他 是怎麼樣改善現在 整個茶葉出口 沒有辦法被國人接受 不管檢驗標準也好 或是茶葉的品質也好 有沒有混茶 這是他要大政策的方向 去處理的 而不是在織維末節 格局這麼小 一直緊追2011年 韓國瑜在北農 他那時候那一段時間 訂單的問題 而且他也出來回應了 這跟第一個 跟茶農沒有關係 第二個就是中間的經銷商 他在品管上面的問題 第三個 高雄市政府 也因為這次未來 就不再經過中間經銷商 直接跟農民訂購 他講得清清楚楚 為什麼還要一直在糾結 在韓國瑜2014年那樣的事情 今天大家想看到是發現問題 農委會你拿出辦法來解決 而不是一直猛打 緊咬著韓國瑜這樣的一個說法 然後窮追猛打 我覺得這不是國人想看到的 一句話就好 如果今天這個MOU 是吳英明簽的話 請問陳吉棟的態度是什麼 就這麼簡單 如果今天是吳英明 或者是民進黨執政的現實 就是幫他解決問題 就是我們剛才在談論的 就是農委會的角色 就是要去輔導 去找出問題幫忙解決 而不是現在不斷的在指控 韓國瑜而已 這是兩個心態的不一樣 你認識一個虛擬的問題 我認為 詩炎哥 真的 你就承認了 這個就是英文設施 就是因為要修理韓國瑜 陳吉棟才會這麼講 如果先說文明就不會了 問題就沒有了 也不會有人爆出來 就這麼簡單 反正 我是覺得這樣 應該譜一曲歌頌韓國瑜的曲目 節目開始前每個人 大家都先歌頌一番 你不用這樣酸韓國瑜 沒有 我沒有酸 你這樣酸他沒有用 民進黨下來雙重標準 大家其實也看得非常清楚 我是第一位會掩飾神明的人 我說他是不釋出的人才 好 那你就繼續扶龍